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道鼓呢是我特别跟厂家设计来给Rachel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鼓手都会被忽略 就是因为pink noise 所以pink color就是主要的一个颜色 有时我们去做rush show 都比较容易搬一点 因为它比较稀直一点 不要说好像那些很大只啊 搬到爱死 然后它的这个靶方面呢 都是属于是比较好的品质的 也就是卡德森从土耳其沿道而来的一个拔 一般贝斯吉他的体积 比较不适合瘦小的女生 如今有了AXL多声定造的贝斯吉他 肆意就没有这种烦恼了 AXL是一个美国的品牌 那么这个品牌呢 它的制作呢 是非常注重于它的品质跟它的外形的 那么刚才我们大家都有提到 我们弹贝斯的这位小女生 她有说很多时候很难弹啊 把位很难按啊 贝斯太大把很重啊 所以我们吉他说呢 就特别为它去演示了一个这样子的贝斯出来 The Guitar Store负责人 还承诺在往后的日子 会全力支持pink noise 赞助他们所需要的乐器 让这支乐团能够在乐坛里平步青云 平常习惯pink noise摇滚曲风 今天却在现场以unplug的方式 呈现EP里的歌曲 《我和情人节》还有一点不习惯呢 因为我们的大碟呢 可能要放马来歌和英文歌 我们现在在筹备中的 说明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是啊 我们要多元 多元吧 是啊 要马来人都是听我们的歌 那些Banana都是听我们的歌 整个马来西亚人都是听我们的歌 无论如何 Pink noise还是坚持演绎自己的创作 最后 Pink noise还为五光时社 带来一段独家的现场演绎 我们把时间交给Pink noise Pink nois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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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